我的个人演唱会 我的个人演唱会就要开始了 天还没亮,农场里静悄悄的 大家都还在睡觉 卡梅利多早早地起床爬上草垛 学着爸爸皮迪克的样子 想要叫醒太阳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顿时觉得自信满满 卡梅利多越喊越起劲 天哪,出什么事了 贝里奥猛地从草垛里钻出来惊呼道 卡门也被吵醒了 顺眼朦胧地探出 贝里奥,是谁哭得这么难听 是卡梅利多在上面喊呢 贝里奥捂着耳朵说 卡梅利多,他想干什么 我是一只公鸡,我要唱歌 一个好的歌手要勤于练习 卡梅利多张开翅膀 想象自己是舞台上的明星 我快受不了了 贝里奥痛苦地说 我的天哪,赵斯下去 我要考虑搬家了 够了,是谁大清早不睡觉 还吵得别人睡不了觉 鸡舍里乱作一团 母鸡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噪音 惊得四处躲藏 太难听了 你只着了我的耳朵吧 卡梅利多越唱越带劲 他站在草垛上摆出各种姿势 如果卡梅利多继续唱下去 我怕所有的鸡蛋都要变成瘫鸡蛋饼了 卡梅拉担心地说 年轻的小公鸡 练练嗓子很正常 他将来要接我的班的 你明白吗,亲爱的 安静些,我的天哪 我们再也别想踏踏实实睡觉了 四位兄弟被惊得滚下围墙 嘿,听着 我受够了你的破罗嗓 讨厌极了 小胖堆冲着卡梅利多喊道 那是你不懂艺术 卡梅利多不服气地说 什么艺术,是噪音 大嗓门的挑衅惹恼了卡梅利多 我让你尝尝,全头的厉害 够了,都给我住手 皮迪克制止道 爸爸 卡梅利多委屈地望着皮迪克 皮迪克没有理会卡梅利多的解释 卡梅利多,你马上去别处殿上 其他人,回窝 我警告你们 我不想再听到打架的声音 好吧,我走就是 天才总是会被误解 卡梅利多独自走出机舍 卡门非常同情哥哥 也跟着跑了出去 别生气,卡梅利多 总有一天你会展示出自己的天分 让他们看着吧 卡门安慰道 是啊,他们对你不公平 贝利奥附和 卡门和贝利奥的话 让卡梅利多感觉好多了 真的,你们真这么觉得 你会一盏割喉的,我相信 卡门肯定地点点头 这时三个小伙伴突然感觉地面在晃动 远方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一辆急迟的马车朝他们飞奔过来 车后扬起漫天尘土 快躲起来 卡门和贝利奥马上跑进路边的灌漠缝中 而卡梅利多站在路中间 对迎面而来的马车一点都不恐惧 来吧,看看我们谁更厉害 卡梅利多和马车眼看就要撞上了 卡梅利多冲着大马使劲叫起来 危险 贝利奥捂住眼不敢看下去 大马被刺耳的尖叫声吓坏了 这时见大马一声嘶鸣 前提高高抬起 从卡梅利多头上一跃而过 哇,好玄啊 卡梅利多捂着脑袋 马车一阵剧烈的颠簸 糟糕,我的大剑琴 完了,全摔坏了 一个小男孩焦急地趴在马车的窗户上 大剑琴重重地摔在地上 一刻也不能耽误 小男孩来不及喊车不停车 便每个拉开车门 从飞驰的马车上跳了下来 卡梅利多也不知道刚才自己哪儿来的胆子 居然敢对马车大喊 事后也有些后怕 他被卡门一把拉过去 坐进路边的灌木丛里 这下你可闯祸了,卡梅利多 他好像很生气 卡梅利多担心道 小点声,别让他听到 卡门试图捂住卡梅利多的嘴 这事不赖我 贝利奥全缩在灌木丛中 不敢往外看 小男孩听到灌木丛中 嘻嘻嘶嘶地似乎有动静 便朝灌木丛走去 卡梅利多从树丛里跳出来 主动承认错误 是我的错先生 是我唱歌惊到了您的大马 对不起 刚才就是你唱歌让马受惊了 拉拉拉,降臂大调 你唱得有点吃力 您是音乐家吗 卡梅利多欣喜地问 我是沃尔夫冈 阿玛多伊斯 莫扎特,音乐家 可惜我的乐器摔坏了 明天没办法给法国国王演奏了 法国国王? 是的 我已经为好几个国王演奏过了 我的天哪 他真是大音乐家 卡梅利多越想越兴奋 搂住贝利奥 如果他能给我上课 看鸡窝里的那帮家伙还敢说什么 你唱歌的时候 我就把耳朵塞住 贝利奥小声嘀咕 糟糕 所有的琴脖子都断了 火箭鬼 莫扎特蹲下来 检查大剑琴 什么鬼 贝利奥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胆小鬼 是琴脖子断了 当琴剑被按动时 要通过脖子 撥动一根金属丝弦发音 卡梅解释道 我需要几根羽毛 才能修复琴波子 莫扎特犯愁地抚摸着大剑琴 我知道哪有羽毛 但你能先帮我个忙吗 卡梅利多请求道 可以 什么事 教教我怎么才能唱好歌行吗 没问题 莫扎特痛快地答应 卡梅利多亲了亲嗓子 对着莫扎特唱起来 你的嗓音还是不错的 现在你跟着我唱 莫扎特吹起口哨 第一课 听好卡梅利多 卡梅利多试着 随莫扎特的口哨声 重新唱起了歌 这样一调 听好卡梅利多 一调 莫扎特耐心地指导 卡梅利多越唱越好 和卡门贝利奥 随着节奏跳起舞来 就在小鸡们 开心歌唱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一切 都被树丛中的 坏蛋田鼠们 看在眼里 送上门的大餐 但没法吃 田鼠吸尾巴 遗憾地舔舔嘴 哦 真的不能吃吗 田鼠克拉拉奇怪地问 你们说错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大餐 走 跟上去 普老大命令道 我的个人演唱会 就要开始了 三个小伙伴 帮莫扎特抬着大剑琴 朝鸡舍走去 我教你们一首歌 跟我唱 搖啊 搖啊 搖你的小船 轻轻地放入小溪 欢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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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就是一场梦 小胖堆和大嗓门 正在草垛旁打闹 突然 小胖堆远远地望见 有一行人朝鸡舍走来 糟糕 是卡门利多 他回来了 大嗓门拉着小胖堆 给大家报信 不好了 卡门利多带了个陌生人回来了 快躲起来吧 他还带着重型武器 小胖堆用手比划着 卡门利多得意地走在前面 继续唱着歌 欢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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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就是一场梦 拉拉拉拉 真好听 小凯利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真不敢相信 是卡梅利多唱的吗 豆豆妹疑惑地问 这小子出去一趟便出息了 皮蒂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卡梅利多现在可是歌唱家了呢 卡门为自己的哥哥感到骄傲 爷爷 爸爸 我给你们介绍我的亲朋友 沃尔夫刚 阿玛多伊斯莫扎特 我的歌唱老师 很高兴认识你们 莫扎特有些不好意思 小鸡们听到卡梅利多的歌声都围过来 唧唧喳喳的议论 大家安静点 卡门站出来发言 莫扎特先生现在需要一些你们的羽毛 来修复大剑琴 好了 女士们 谁觉得自己有最好看的羽毛 请往前走一步 话音刚落 母鸡们就挤了起来 是我 我才有最好看的羽毛 乔乔多顺滑 多光亮 豆豆妹毫不谦虚地说 大黄 我的羽毛才是最好的 小鸡莉不甘示弱 不 这个位置是留给我的 瞧瞧你的毛 都老成什么样了 还在照正 大家的反应完全超乎卡门的预料 莫扎特没想到大家会为羽毛的事 闹得不可开交 卡门急了 冲着大家大喊 都安静点啊 让莫扎特先生自己挑选 莫扎特把满意的羽毛拔下来 拿在手上仔细挑选 嗯 这两根都不错 到底用哪根呢 刺猬皮克和尼克 坐在围墙上看热闹 皮克 咱们来打个赌 我赌豆豆妹赢 三根刺 成交 公鸡爷爷看见莫扎特朝自己走过来 有些害怕 只往后退 一个劲儿地摇头 哦 那你要干什么 不行 爷爷 我还缺一根长一些的 这下起了 莫扎特满意地看着手中的羽毛 哎哟 哈哈 你输了 你就庆幸吧 不用把我们的刺去修琴 但是做成牙签还是蛮不错的 莫扎特很快修好了琴 卡梅利多随着音乐唱起歌来 非常棒 你可以开个人演唱会了 莫扎特建议道 没等卡梅利多回答 卡门抢着宣布 大家听好 为了感谢莫扎特先生 卡梅利多邀请大家明天 来听他的个人演唱会 卡门想起莫扎特的演奏会 赶紧叮嘱卢词佩罗 国王正在等莫扎特去演奏 麻烦你尽快去趟凡尔赛宫 叫辆马车过来接他 包在我身上 赶门 小鸡们为卡梅利多的演唱会 忙碌地准备着 躲在围墙后的三只坏蛋田鼠 却在暗自窃喜 唱吧 跳吧 小鸡们 今天晚上 我们要亲自为你们举办一场音乐会 主角是我补老大 太好了 但你会弹琴吗 头 可拉拉完全没弄明白状况 宁静的夜晚 卡梅利多坐在围墙上 仰望着星空 小心脏蓬蓬直跳 爷爷 我睡不着 对明天的演唱我有点紧张 我年轻的时候 爷 公鸡爷爷正要对卡梅利多讲故事 突然发现有三个黑影 鬼鬼祟祟的朝鸡舍跑去 爷爷 你看 是他们 嘘 别出声 公鸡爷爷小声示意卡梅利多 我们悄悄地跟上 正在草垛上呼呼大睡的莫扎特 被卡梅利多给摇醒了 出什么事了 看着神色紧张的卡梅利多 莫扎特立刻清醒了 田鼠蒲老大 首先看中了莫扎特的大剑琴 他左摸摸右摸摸 又掂量掂量大剑琴的分量 自言自语 有了这个宝贝 我们想要多少鸡蛋 就要多少鸡蛋 田鼠蒲老大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要把他拖走 哦 不 我绝不允许田鼠把大剑琴偷走 莫扎特非常着急 卡梅利多 你的演唱会要提前举行了 你们快上去 偷鸡蛋 快 田鼠蒲老大命令到 田鼠克拉拉和戏尾巴 悄悄溜进鸡舍里 睡吧 睡吧 母鸡们 等你们醒来之后 会发现什么都没有了 细尾巴学着卡梅利多唱的歌 沉睡吧 沉睡吧 生活就是一场梦 这么多鸡蛋 看得我直眼晕 轻点 别把母鸡们吵醒了 细尾巴提醒克拉拉 这个琴还挺沉 一二三 走你 可恶的家伙 莫扎特悄悄走后面 打开琴盖 弹起来 拉拉拉 咦 哪来的声音 好恐怖 拎得我浑身发麻 随着莫扎特越弹越快的节奏 和卡梅利多越飙越高的嗓音 三个坏蛋田鼠 吓得扔下鸡蛋捂着耳朵 落荒而逃 逃兵啊 闹鬼啊 嘿 我还不知道 云越能吓跑田鼠 最近一段时间 是不会见到他们了 第二天一早 卢茨佩罗把马车领到了农场 哦 没有你们的帮助 我的大剑琴是修不好的 莫扎特坐上车 依依不舍地对卡梅利多说 记住 每次练习时间长了 一定要让嗓子歇一歇 再见 谢谢你的教导 卡梅利多望着远去的马车挥手 现在请卡梅利多大师就坐 个人演唱会开始